Hello大家好 今次這條影片想說一下對於PDCG Pocket的這遊戲的看法和一些心得 首先看看我這個帳號 現在我這個帳號是21Lit 沒有課金的 但又用它免費的特級Pass 之後就過了期沒用 現在我抽了937張卡牌 之後我們看看卡牌獲得的順序 它就會看你近期抽到什麼卡 有一張卡我最近才有的就是這一張 這張牌我想給大家看的就是 這張拿茲是這兩天才拿到的 大家如果有玩都知道拿茲這張卡其實都非常有用 近乎60-70%的牌組以上都需要用到這張牌 這張卡牌其實做到幾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攻擊 第二個就是防守 第三個就是反擊 在你逆風的情況下 這張牌可能會救到你一命 也不奇怪 但是很可惜地我玩了那麼久才抽到一張拿茲 一張就是抽回來的 非常之幸運 第二張也是非常之幸運 在別人那裡抽回來的 所以其實我也想不到 一張拿茲 一張支援自己的卡竟然可以抽了那麼久 因為抽了都應該兩個星期 一個多星期抽了一張拿茲 其他其實我也很少抽 多數都是抽噴火龍的卡包 幾乎每天都是普通卡 但是很幸運 這兩天就成功抽出了 沒有這張拿茲會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問題是不大的 如果你的牌組是不需要用到拿茲的話 其實就抽不抽到沒什麼所謂的 像我這個比加超的牌組一樣 其實你看到它已經滿了沒什麼位 但是如果你說再放兩張拿茲下去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其實有些重算是重複了 有些其實不太需要的 小池怪這些要配合這個雷超才有用 但是我這副牌組有沒有雷超 所以就 小池怪其實就沒什麼作用 所以其實可以換走換張拿茲上來打輸出都可以的 那第二樣東西為什麼要抽拿茲呢 大家可能會奇怪就是 你都說自己不需要拿茲 不需要其他重了 那為什麼還要抽呢 主要就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一些卡牌遊戲 如果你玩死一條隊伍 其實都會有幾大問題的 尤其是現在呢 它的環境呢 開始逐漸逐漸慢慢變快的話呢 如果我不多些牌呢 其實是很難打的 不過也有例外的 所以其實我的心得就是呢 如果你有這個經濟的許可 我是建議大家課一點的 課少少金 抽的那些卡呢 就不是抽那些 叫做 金卡呀 或者一些大獎卡 什麼意圖啊 意圖啊 意圖卡 我就不建議的 我是建議抽一些比較平民一點點 一些EX卡呀 或者一些普遍的一些普卡呀 假設可能你玩 暗火龍的 假設你怎麼都要有小火龍呀 你沒有小火龍你連一開始那隻都 都升不了了 所以如果你有課金的話呢 你可以有多些本錢呢 去抽一些普通的卡啦 好像剛才那樣拿茲 如果你有課金的話呢 我相信你一定會抽到一張拿茲的 普通的拿茲啊 不是說他大那張拿茲的 當然啦 如果你是十分之歐洲人的話呢 其實你是不需要課金的 因為這個遊戲呢 其實如果你是歐洲人的話呢 你玩這個遊戲就會十分輕鬆的 但是如果你是非洲人的話呢 你玩這個遊戲就有很多一些問題存在啦 譬如你玩完一個牌組 假設你想玩第二副牌組啦 因為玩得太多同一副 都有機會會沉患啦 所以想玩一玩 但是呢 你可能身上呢 又有一兩張可能就沒有收集到的 那就玩不到其他牌組了 還有呢 這裡有個方式可以換卡啦 就是你用這個開包的點數去兌換一張卡啦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用這個開包的點數呢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呢 我想儲回一些點數啦 因為很快用完的 一張人物卡呢 好像都 好像都不是便宜 一張人物是不是70 一張人物70啦 那我本身抽不到的話呢 那就要84啦 對呀84都幾多下的 假設遲些啦 他有機會出卡包的嘛 我最記得呢 就是呢 他12月中會出新的卡包啦 接著1月中都會出新的卡包 那到時啦我覺得 我這些點數呢 可能會用在那邊啦 因為 到時呢 應該會沒有那麼多的沙漏啦 所以到時可能會用這些點數呢 去兌換那些卡啦 那所以呢 我就沒有用這些開包點數去兌換那些卡的 然後第三樣東西呢 就是呢 關於這隻遊戲呢 為什麼我很少拍一些的影片呢 就是因為呢 我找不到一些題材給大家 去看的 就像剛才那樣啦 娜茲我最近這兩天才抽到啦 那假設如果我沒有娜茲的話呢 其實都幾嚴重的 因為有很多牌組呢 一些平民牌組都需要用到娜茲的 那我們做過假設的呢 就是像這個那樣啦 這個貝貝龍其實都算是一些平民的 因為這張貝貝龍 你打活動就有了 我想大家打20次一定會有兩張貝貝龍 因為我自己打了25次 才只有兩張貝貝龍 那我相信應該大家都跟我差不多 就算 你說好非洲的 那你還是應該25次來應該都打到的 給大家一個數字 我25次出這個貝貝龍 那這個貝貝龍 其實都要用到娜茲啦 你看到的 娜茲這裡都是需要用的 但是呢 沒有的話呢 其實你就很麻煩的 你就會卡牌組啦 那假設我這副牌組 我沒有娜茲 那怎麼辦呢 沒有娜茲的話呢 就可能要隨便放進去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看別人手牌 其實相對一點有點廢 所以 沒有的話就真的麻煩一點 會卡牌 剛剛都說到啦 經濟許可下呢 支持大家課金 但是經濟不許可呢 就不要課金了 好像我這些經濟不許可 然後又非洲呢 就真的不建議課金了 OK 好那這次這個遊戲的 小小講話一些心得 就分享到這裡了 看看下次會拍一些 什麼牌組給大家 體驗一下 好再見